多年來,明光社和香港性文化學會這兩個機構 在性文化的議題上都有很緊密的關係,很緊密的合作 另外很深刻的是2005年,當政府要考慮為性鄉其事條例立法的時候 我們這兩個機構的同工那一年多的時間好像打仗一樣 我記得我們一起去做一些出版的小冊子,一起去跟政府開會 遊說政府的官員,令他們明白我們去反對這條條例的立法 是因為它會影響了很多的宗教自由,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我們也去到不同的政黨裏面的遊說,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更加長的時間,我們就去到不同的教會,不同的學校 去分析和去分享這條條例立法的問題 我記得當我們努力了一年多的時間,政府宣佈暫時各自這條條例的定立 我們是打了一個很成功的一仗 明光社在這麼多年裏面,在傳媒的監察、世文化的議題上 賭博的議題上都有很多的參與 近年來我也都留意到在生命倫理,在貧窮的問題上 明光社都開始有一個關注 明光社的工作令到教會能夠更加關注這些議題 能夠令更多的電影子媒明白到 基督徒應該更加去關心社會 更加去和這個社會有緊密的聯繫 面前可能仍然會有很多的風風雨雨 但是心願靠著上帝的恩典 明光社同工可以同心合意 依靠著上帝能夠面對前面不同的難處和關口 我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一定夠用的 深深的祝福